雕方 大家好,我是莊德福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海鮮料理 這是一道超香辣的料理 菜品叫做醬爆香辣蝦 蝦子要爐為處理 醬爆醬要怎麼調 才會香辣十足朝鍋味 現在告訴你 準備的食材有 白蝦350克 蒜末5克 薑末5克 紅辣椒片一根 朝天辣椒醬10克 蔥麗一汁 香菜10克 先來處理蝦子 用手一邊抓著蝦頭 一邊抓著蝦身 然後拇指這邊用力壓 喔這裡 現在跑出來這個就是蝦的味帶 這個很髒 這不要吃 這不能吃 再看一次 這樣子 稍微扒開 這個髒東西這不要吃 那一定會有人質疑啊 沙腸要不要拿掉 現在蝦的養殖業者 處理得很好 所以不用煩惱蝦子有 殺筋的問題 就可以省去去殺你的步驟 調醬爆醬 咖哩粉一小時下來 白胡椒粉一小匙 糖一匙 朝天辣椒醬10克 醬油膏兩大匙 黑醬油膏一大匙 陳煙海薯 enferrio 大骨高湯140克 混蛋 攪拌均勻 開火 沙拉油一大匙下來 蒜末五克下來 薑末五克 辣椒片一根 蔥栗一汁 炒香了以後 白蝦350克下來 現在全程都用大火 蝦都炒到變色了齁 就差不多七分熟了 這個時候 醬爆醬下來 稍微煮一下齁 讓它收汁 已經收汁了齁 香油一大匙下來 再拌炒一下 再拌炒一下 好 熄火 盛盤 最後再放上香菜 這樣就完成了醬爆香辣蝦 美味絕竭重點說明 用朝天辣椒醬 調炒醬 才會香辣十足 下香辛料炒香 再下白蝦 煎炒出香氣 淋入醬汁略炒一下 收汁後再淋入香油 才會香辣鋪比鹹鮮入味 喔 蝦肉Q彈 香辣夠味 試吃這樣子 你會喜歡 我們下期再見